中央政治局会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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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明捕捉到这一信息后,立即以最快的速度重新改写两条路线的小册子,硬是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,说成是以左倾词据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,以此取任何迎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,王明还在这本小册子中特别攻击瞿秋白, 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,投降态度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,此时此刻,立三路线已被共产国际赤人意外,李立三本人也被传去莫斯科接受审查,而王明偏偏要给徐秋白扣上调和投降的帽子,起用心已是不言而语,王明还怕别人听不懂弦外之音,干脆挑明地说,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,维他及徐秋白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,不能领导全党工作,所以在党的七大召开前,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,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,王明的狼子野心招战弱节,那就是取徐秋白而代之,掘取党的最高权力, 据六届三中全会不过百来天,米夫急匆匆地催促中共召开四中全会,米夫为出击培植王明上台,不惜重拳出击,打压徐秋白,他在会上三次点名批评,说徐秋白的马列主义水平低, 所写的文章,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,也就是从调和主义向后退,他还暗示徐秋白有两面派的品质,所以根本不能在领导岗位上,应该腾出位置,应该下台,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,王明终于上台了, 王明秉承米夫的旨意,对徐秋白的声讨更是步步紧逼,在共产国际铁的纪律的压力下,徐秋白已经写过一封信,表明了自我批评的态度, 可王明就是不满意,言辞勒令徐秋白,需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,不仅如此,王明还有意减少徐秋白的生活费,每月只象征性的发放十六至十七元前, 而在当时的上海,工人的最低工资也有八至十五元,这时,徐秋白多年的费病发作,需要及时治疗, 可是,如此微薄的生活费,连温饱都难以维持,哪里还谈得上求一问咬呢? 重病中的徐秋白,并没有得到王明的宽恕,仍被催逼着写检讨书,徐秋白书生技十足,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, 觉得争恋起来太麻烦了,既然无关紧要,就算了吧,于是,他写了第二份声明书,向共产国际, 中共中央承认错误,承担所谓调和主义的责任,甚至对王明所泼的污水,也违心地接受了, 承认在共产国际工作时,对于莫斯科学生中,反对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李建如等同志, 对于这个小组织,我承担了保护的态度,以致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,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拟坑, 徐秋白被逼到这一步,按理说王明应该地饶人时且饶人,可是,王明却是铁石心肠, 对于一,特多病且已认错的同志,全然没有一点人文关怀,反而无情地谴责鞭挞,给徐秋白的所谓错误不断加码, 如调和主义,对共产国际的两面派可极不尊重的态度等,尽管遭受到严重的政治打击, 徐秋白仍然任劳任怨,努力工作,红军开始长征时,他曾经请求跟随长征,可是却遭到拒绝而被俘牺牲, 深受王明左兴路线之害的毛泽东,对此有着切服之痛,在谈到徐秋白被捕离纳时,毛泽东细愤地说, 徐秋白被捕被杀,是王明、伯古他们有意把徐秋白当作包袱,甩给敌人造成的, 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